Nike 轻棒训练营 闫帽英雄担任投手对决打者杨戴刚 记者黄志元社 记者郭一杰屏东报道 Nike 轻棒训练营今天下午进行截训赛 只打7局 首局再度交给大联盟退一名投闫帽英雄 用8球连续解决3人 包括去年被他三阵的杨戴刚 最快球速77英里 约123 9公里 闫帽英雄连续5年参加Nike 轻棒赢 去年曾在杰逊赛登板 投一局用21球并K掉杨戴刚 今年担任投手教练 再度上阵 接连面对桃园北克复工曾仲成 台中西院高中曾俊悦 都集出中外野飞球遭截杀 比较去年 杨戴刚再度扛第三棒对决野茂 挥出游击方向滚地球 再传一类似杀出局 两人2013年和去年都上演过梦幻对决 今年跟2013年一样 野茂都用4球解决杨戴刚 去年则是杨戴刚缠斗到2号3坏满球数 被野茂的支球三阵 退场时不断苦笑 可能杨戴刚去年被三阵 今年刻意去碰球 对我帮助很大 野茂受访时边说边笑 杨戴刚悄悄跑到旁边偷听 也忍不住偷笑 不少在训练 赢担任教练的球员都说 今年参与的高中升速值比往年更好 连看五年的野茂也说 今年投手阵容非常整齐 很有实力 看他们投球觉得很兴奋 期待见到他们的表现 Nike轻棒训练 赢野茂英雄担任投手 记者黄志元社 Nike轻棒训练赢野茂英雄担任投手 记者黄志元社 Nike轻棒训练赢野茂英雄 又对决杨戴刚 左记者黄志元社 Nike轻棒训练赢野茂英雄担任投手 对决打者杨戴刚 记者黄志元社 Nike轻棒训练赢野茂英雄担任投手 对决打者杨戴刚 记者黄志元社 Nike轻棒训练赢野茂英雄担任投手 对决打者杨戴刚 记者黄志元社 Nike轻棒训练赢野茂英雄担任投手 对决打者杨戴刚记者黄志原社